歡迎收看完全娛樂 歡迎你們今天的大來賓 許哲沛還有王子 哈囉 我是王子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沛姬 許哲沛 兩位怎麼會搭在一起 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對啊 剛剛一直看 應該會覺得很 對 意想不到的組合 對 是 因為我們有為了一個舞台劇 我們要演出 大紅帽與小野啦 等等等等 這個名字我們聽過耶 對 它是 它是一個偶像劇 但是我們劇情呢 跟偶像劇不一樣 對 完全不一樣 它是一個 顛覆童話的愛情歌舞喜劇 對 歌舞喜劇 所以Peggy在裡面扮演的是 小紅帽 大紅帽還小紅帽 小紅帽 裡面角色是小紅帽 在戲裡面是小紅帽 在戲裡面是小紅帽 然後我是大野狼 你是大野狼 你很不像大野狼耶 對 所以對我來說太挑戰了 因為導演給我的一個角色就是 我在戲裡面就是 趙哥 蛤 對 怎麼樣的 隨時都有XXX嗎 沒錯 就是這樣 差不多 真的假的 真的 然後就是直來直往的歌 對 就是要 顛覆以前我在歌手身份 所以要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是我們有歌舞劇嘛 就是你演戲的時候是這樣 但是你唱歌的時候 又要變得很生氣 就是不一樣的反差 很好玩啊 對 滿好玩的 你會不會就是 現在練習有太入戲 然後私底下就不小心XXX 沒有 是私底下XXX剛好用到來XXX 剛好可以這樣子順便來發洩一下 順便發洩一下 對 等一下但是Peggy是 算是音樂劇的老手了吧 對 還好還好 這一次 不太一樣的是 這是一個喜劇 對 然後我沒有 其實我之前演的音樂劇沒有演過喜劇 我覺得喜劇是一個滿大的挑戰 你要怎麼樣讓人家笑的同時 還有感人的感情的成分 要讓人家哭 對 所以是一個新的挑戰 但是 但是就是如果說 喜劇這方面是新的挑戰 但是譬如說唱啊 然後那個舞台的經驗啊 然後跟可能譬如說一些走位 都應該很熟悉 但你 我算是第一次喔 第一次舞台 不是 歌舞劇了對不對 對 歌舞劇 你應該有歌舞的部分吧 絕對不可能放過你的啊 對 絕對有歌舞的部分 那我覺得 真的是算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們以前是演唱會嘛 演唱會就是 純唱歌跟跳舞 要不然拍戲的時候 就是好好拍戲 不可能拍戲 拍到一半突然間開始唱歌 沒錯 這就是非常大的挑戰 所以我們現在 每日每夜都在排 就是早上 從早上九點到下午六點 那對不起 我再插播一件事情 你現在每天都在排戲 但JPN不是在演唱會嗎 對 所以我們JPN練到半夜 所以早上的時間是給舞台去 晚上到半夜的時間 是給JPN的時間 那你睡覺的時間呢 就很少 蛤 很可憐耶 這樣子睡覺的時間 已經不夠了回家 結果牆壁還多了一個洞 沒錯 怎麼回事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呢 剛好隔壁 我們家隔壁在施工 對 然後可能施工的那個 師傅力氣太大了 對 直接把那個 我們家的牆穿破了 整個穿到我 可以看到隔壁戶了 真的 對 但是他很有誠意的來道歉 也算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驗 那你就會跟他講說不用道歉啊 你就叫他買舞台借票 買兩百張就好 可以這樣說 可以 因為像我們昨天錄音嘛 然後王子就遲到 對 然後他遲到一來就說 我遲到因為我的牆壁破洞 我們大家都不相信 對 不是因為這種理由 不是一般人會有的理由 就是說你為什麼遲到 我家那個牆壁破了 大家就覺得說 我好像在說 就看到新聞就說 是真的 沒有騙人的 好可憐喔 天啊 所以你現在是 兩頭燒的狀況 對 兩頭燒 那舞台劇拍你的狀況還習慣嗎 其實還滿習慣的 其實我滿開心 跟許哲沛合作 他有沒有以前輩的身分 或是 對 他都會教我 有 因為我們這首歌 我們有開合寫一首歌 我們是對唱的 然後他是當配唱老師 那我剛好也在這段時間 練唱歌也對我 演唱會也有幫助 對 然後跟他錄影 你好正面喔 真的啊 你都快累死了 還這麼正面 對 就是要轉換一下心情 演唱會剛好有一位 老師級的人物來 直接有老師教 也是 那到時候 Peggy有想過去他們演唱會 宣傳大紅毛和小葉蘭嗎 他有答應要來 那我剛好可以Cue一下 特別來賓嗎 剛好可以Cue一下 剛好可以Cue一下 好啦 兩位準備到現在等於多 有沒有什麼 這位錄人是 你好好 不好意思 我們在錄影耶 我們在錄影耶 你幹嘛 不好意思 那個就是 我們三立有警衛的耶 不好意思 你要幹嘛 你是明天的台帶班吧 不是 我本身是Peggy的粉絲 我要來送Peggy Peggy 這是我自己畫的 好厲害喔 我真的送的粉絲 我真的謝謝你 你看好漂亮 我當紅毛與小野狼之我愛美 那妳會來囉 當然 我票已經買好了 真的假的 我跟妳說Peggy的每一個舞台劇 我都有去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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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在瞎呼嚨講場面的話 還是怎麼樣 講三個她演過的舞台劇 小花 然後還有她出道十年的 經典的演唱會 那個雪后 然後還有她那個 機密的走向春天的舞后 我們有去看 掌聲鼓勵一下 真的耶 我覺得這個音也會很棒 大家一定要趕快去買 謝謝 因為Peggy還有說她怕 就是她不怕票房不好 她怕的是呢 觀眾沒有買到 沒有看到這齣好戲很可惜 對 其實很可惜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場次 我們是四天也五場 所以場次其實沒有開得那麼多 四天 等一下 哪四天 8月29號到9月1號 在國父紀念館 在國父紀念館 所以四天裡面只有五場 對 所以其實有機會加場嗎 如果大家開音很熱 對 看彼此的時間也是一個問題 也是 或者是看就是驚喜嘉賓的拉票程度 或是驚喜嘉賓要認購幾張 來決定 也對 本身身為今天的驚喜嘉賓 通過三立警衛層層的防護 硬闖下來 不要搞懂 為了Peggy請問一下要認購幾張 我現在好緊張喔 真的假的 對 妳看著她的雙眼 妳看她的雙眼 然後跟她好好講一句話 妳在演哪一出啊 我們是在播出的 好緊張 真的 真的 不行 我看她的眼睛會哭 妳看著她的雙眼 然後跟她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偶像說 就是難得 好緊張喔 妳冷靜一點 黃露子音 好害羞喔 好 我就是 好 妳看著我 好 1 2 3 看她 怎麼會這樣子啊 快點 時間快不夠了 我覺得就是這個 祝福一下 然後以及 對 我覺得有Peggy 然後跟王子一起演的 這齣舞台劇 一定是超級棒的 妳是要哭了嗎 對 我覺得好感人喔 對 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一定要一起來試試Peggy 她臉好紅喔 我好想妳來我們 演一個角色耶 很適合耶 演喜劇 真的 對啊 妳剛剛有在搞笑嗎 我是認真的 她是認真的 妳被口水啊 好不好 最後再提醒大家一次 時間是8月29號到9月1號 對 還有我們這個禮拜六 有簽唱會在台北跟台中 希望大家都可以來 對 好的 關於這個 大紅帽與小野狼的舞台劇呢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詳情 有沒有哪裡可以搜尋到 可以上大紅帽與小野狼 劇場版的官方Facebook 各位注意了 是大紅帽與小野狼的劇場版 官方Facebook 上面就有很多的這個場次 然後還有這些購票資訊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 二加一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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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們成功 一定要去看喔 看一下 嚴決練舞的幕後畫序 也還好吧